大家这里是天洋玄机 我们来看这个手相的案例 如果是困惑可以看视频左上的咨询 我们来看这个手型是典型的墨型手 那么手指指节稍脱 而且呢掌面也间歇棱角 是典型的墨型手 墨人呢多丝善谋 但是墨人呢也分强弱 从这个虎口火星球来看呢 比较饱满 是典型的强墨人 强墨人呢 虽然有墨人的多丝善谋 但是呢 做事呢 这个面对重大抉择的时候 决断力也不弱 这是墨型手 我们来看这个手指的形态 手指来看呢 小指还是偏短了一些啊 容易影响晚年的运势啊 那么所以说跟子女缘分烧浅 晚年呢容易为子女操劳忙碌 难享子孙福 那么食指呢 还是见缝隙啊 食指见缝隙是代表呢 早难于前 事业和财运相对来讲 会晚一些 偏晚成的一种格局 那么食指根部的训工 正裁卫呢 还是见一些杂文的干扰 所以仲裁本职工作呢 有一些动荡和起伏 从这个事业线断续 也可以看得出这一天了 金星秋呢 还算是比较饱满啊 金星秋饱满的人呢 体质加精力充沛 运势根基还是不错 同时呢 金星秋也要结合生命线来看呢 生命线非常的深啊 三大主线当中呢 最为深刻 深细的是这个生命线啊 所以说体质还是不错 那么精力充沛啊 运势根基非常的好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 虎口火星秋 虎口火星秋 刚才讲的强木人啊 这个虎口火星秋饱满 有勇气面对挑战啊 面对困难时 敢于迎难而上 容易在团队当中脱颖而出 也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啊 所以在职场和事业当中呢 能够有所增进 月秋呢 也是饱满高楼啊 月秋饱满的人呢 想象力丰富 注重精神世界啊 并且呢 在艺术方面呢 也是托感兴趣啊 从太阳秋 饱满 也可以看得出这一点了 这是掌秋啊 我们来看纹路 纹路来看呢 脑线和生物线 粘贴还是比较长了一些啊 粘贴长的人呢 处事还是偏保守谨慎 这也符合牧掌人的一种特点 牧人呢 多思善谋啊 谋略有余 而行动力有一些不足啊 这个是有利有弊啊 利就在于人生路会走得更扎实一些啊 一步一个脚印啊 比较稳重 稳中求进 那么弊端呢 就在于容易在事业和职场当中 有于过于保守和谨慎的 措施一些发展的机会 那么生命线内侧呢 还是建亲密关系线啊 亲密关系线呢 是代表姻缘的到来啊 从留年看 在22到25岁左右 也就是在这个脑线和生命线 分离后不久啊 也就是出入社会后不久 这个阶段呢 建亲密关系线啊 亲密关系线也建横文干扰 说明呢 也是建偏远的干扰 也是感情经验的一种积累啊 情路还是建一些阻碍啊 说到感情方面 我们看这个结婚线有三条啊 三条也是比较都比较深长啊 那么三条结婚线 并不是代表有三次结 这个三次这个婚姻呢 而是指有三次 比较不错的进入婚姻的机会啊 也是这个靠近小指的这条 是代表这个正缘的 所以说这个姻缘 还是有一些好事多么 在婚前呢 建一些偏缘的干扰啊 同时呢也是感情经验的一种积累啊 人生的经验积累 也当做是人生的一笔财富啊 我们来看这个几个吉祥的符号 首先我们注意到在感情线尾端啊 建三条均等的分叉 叫凤伟文 特别对女人来讲啊 凤伟文在手啊 她这个幸福指数非常高啊 在婚后呢 能够专情顾家 而且呢 另外一半对自己 跟自己的这个感情 也是非常的浓厚啊 所以说这个凤伟文呢 是有对姻缘催旺 和这个 这个稳定的一个作用 包括我们看到 凤眼文也有一些成型 只是有一些开口 还是需要痒痒痒啊 所以这两个吉祥的符号 对女人来讲呢 在婚姻当中起到一个 非常不错的一个催旺啊 包括稳定的作用 事业线还是见杂纹干扰啊 事业线呢 有一些影响线 影响线刺破事业线 也代表这个偏远 偏远和烂桃花的干扰啊 那么同时呢 事业线也是见深浅不一啊 先深后浅啊 说明了在婚后 还是能够回归家庭 相互教子 事业心会慢慢的减弱一些 这是先深后浅的事业线 年轻的时候呢 事业心比较重啊 比较大 比较这个 在职场和事业当中呢 勇气和活力都非常足啊 这个打拼事业和职场啊 到婚后呢 会慢慢的事业心减弱啊 当然这也有利有弊啊 那么事业心减弱 在婚后呢 在经济方面呢 就难处于主动的地位啊 在经济方面很难独立 而也容易在 跟这个节奏变化的社会呢 容易脱节啊 这个是需要多注意的 我们注意到太阳线呢 见一些很稳的干扰 虽然太阳线有多条啊 那么人员还是不错啊 只是呢 容易贵人变小人呢 这点需要多小心啊 往往小人 出现在身边亲近的人呢 这个是特别在事业和职场 包括在经济金钱方面呢 要一个更多一个提防的 包括防范的心理要加强啊